今天我们要说说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看这段视频的时候呢 树阿姨们可以猜猜 这个人到底怎么了 一会儿我问您 好 请看大屏幕 好 这是一个外国的大叔 因为跟我们中国人 长得不太一样 他这个行为动作呢 跟我们普通人 也不太一样 在放着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电视机前观众 您可没听见 下面的议论纷纷 有说多动症的 有说在演戏的 还有说是啥的 我们来问问 我感觉是不是癫痫啊 癫痫 癫痫在我的这个 有点医学常识 应该是抽抽啊 是我看他 反正那个脸也抽 好像身上也抽那劲 我见过好像这样 我觉得他的面部神经 又出了毛病 面部神经出了毛病 他要是不是 神经出了毛病 那他怎么会那样呢 也有点道理 还有吗 还有些不同的见解的吗 来来来 这位大姐 好 这位阿姨 是不是帕金森病 帕金森 帕金森可能会 也会有这种 不停地抖动的 这样一个症状 但是好像不是在面部吧 面部也有 那刚才我还听远远的 应该说什么 应该是精神病吧 什么的 到底 这位外国的大叔 他怎么了呢 这面部的这个 强烈的抽动 是一种病吗 掌声欢迎 中国医科大学 航空总医院 功能级微创 神经外科主任 陈国强老师 陈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好了 刚来 所有的这个 现场的叔阿姨 都非常的好奇 也众说纷纭 刚才这个外国大叔 他这个面部 强烈的抽动啊 这个 好像是在说话 有很多种说法 有帕金森的 有得了精神病的 还是有说 是这个面部神经 出了问题 脑神经出了问题的 那您赶快 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这位叔叔 他怎么了 你们刚才看了 它是肯定不是装的 不会是装的吧 不会是 对 但这是一种病 我们再看看 其他的这个头像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这个病人 他又在做什么 这就离我们近了 看的是一个中国的面孔 是一位阿姨 他老张着嘴 好像要表达什么 张着嘴 鼻子眼 你看 舌头也不成的动作 他好像是自己在 跟你自己较劲的那种感觉 你看他这位阿姨 到底怎么了呢 他是哪儿疼吗 哪儿不舒服 自己跟自己较劲 实际上这种病 当然我们大家 一般在生活中 可能也可能有人见过 也可能很少人看到 但是我这里是 经常见到这种病人 他这个病人 因为实际上教一个 什么病呢 教这个眉睫中国症 眉睫中国症 也好了 我们通俗点这样 眉毛睫毛 那个中国症 它不是这样 眉睫中国症 它不是这个意思 是眉睫综合症 是一个这种病的官方名词 我相信它是有一个来由吧 对 因为这个病呢 他最早是在191里面 是一个法国的一个神经病理学家 他是描述这个病 最早早期的时候 因为都嚼得五花八门 有的叫面神经功能紊乱 有的叫什么成人抽动症 等等 他这个命名之后 用这个 实际上他这种 一种激张力障碍 主要执行的是 我们那个图面颈部 这个一个激张力障碍 用这个法国 那个法国的病理 神经病理学家描述之后 他就把这个病呢 分了三个类型 这个三个类型 一个就是叫做眼眼筋了 第二个就是眼眼筋了 活病的口瞎和脚 激张力障碍性 这三个类型就是口瞎和脚 激张力障碍性 当然这个三个类型来说 比如说在一个人身上 它可以变化 它可以变化 也可能刚开始就是激性了 然后后来就变化 第二次 或者第三次变成第二次 这都可能 这种怪异的面部失控 被称为眉睫综合症 主要表现为双眼筋轮 下颗或面部的不自主抽动 大家经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